谢谢我们讲师 有听到后学讲话吗 听到听到 我们大家起立 上线佛行三举功里 一举功 赛一举功 三举功 白雪圣地一举功 布雪雪普塞一举功 今天我们一直是在一带求 求什么呢 就求庙啊 求好啊 求班员多 这也是一种执着 出发点是很好的 为什么益众生而求 但要把世俗功名的利润 单化呢 应用到道场上 一切道法自然 所以今天我们有请到杨蒋师 来为我们讲这一堂课 光明的智慧二 杨蒋师求到十多年了 现在是在益智班学序 也是益德堂里面的负责道物 与办物 那我们 我们大家 我们就是 起立来跟杨蒋师问好 然后我们 就是问 当杨蒋师跟我们问好的时候 我们 谢谢杨蒋师好 然后第三 三的时候我们就坐下来好不好 那一 杨蒋师好了吗 杨蒋师那边学到吗 可以可以等一下哦 那我给一点时间 我学钱 好的 请问各位有看到吗 这个slide 有杨蒋师有 有啊 有看到 有 OK OK 那后学就开始了 杨蒋师好 各位 谢谢大家晚上好 谢谢杨蒋师 杨蒋 大家请坐 谢谢 感谢 感谢天师的 感谢白水圣地 不休息菩萨 圣德 富佑 典传师慈悲 也感谢班户的安排 让后学有机会在这 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的话 来讲解这堂 光明的智慧 第二 我们都求了道 找到了一条大道 就是回家的 回顾家乡的大道 那我们 还一直在求 求些什么 求好 求平安 求搬入多 从搬员多 这也是 执着 这个出发点是很好啊 为了利益众生而求 但是 把四着 公明利率 看淡化 运用在道场上 一切 道法 自然 这个第一篇 学道 伴道 你们还年轻啊 虽然人生无常 但不可以 预测未来 只要能够把每一天 将天堂 伴到人间啊 每一天都像天堂 其实 老师已经把天堂 搬到人间了 每一个众生 都要有期望 迈向新世纪神 要有更多的毅力 定力 以及坚持 必须充实自己啊 不充实自己 没有方向 就会被时代淘汰了 有很多事情是要大家一起来办的 不是谁最强 就是最好 不要太突出 要配合 大家 这条法船 你是主人啊 不是别人 就可以把你推翻 一船之长啊 需要卖力 往前化 但是一不小心 就可能成为 复舟的人了 因此 不论在何处 什么角色 而坚持一心恋 究竟 要成佛 你就是化人间 为天堂的一个重要角色 不管走到什么地方 都是同样的 一颗心 尽心尽力 就无愧于天地啊 因为尽心 才能与天地相容 如果无天心啊 就没有办法做天下的事情了 要立足于天下 自然界当中啊 就要 行乎自然 才能到达 圆满 学道要勉强自己 而勉强之中 又要有他的 宋度 有时 不能太随便 随着自己的心 要给人家管一下 人家都不管你啊 你就可怜了 人家管你啊 是爱你 因为喜欢你 希望你好 才管你 所以啊 身边的人 对你有要求 才是对你好 什么是天命 大家身上都有天命 天命之为信 天命赋予人 就叫做信 信是天性 是人性 算性之为道 道就是天道 我人道 修道之为教 修道就是教化 这个命 又叫做使命 使命就是大家的本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 来到佛堂 无论大小事 都去做 上天是取你那份心 而不是看你做的事情大小 要做人家 不要做的 就像打扫 洗厕所 好做的人 真的去做 真的要去做 这样 就不是在 了愿了 人间就是没有 对错 只要你办得通 就是对了 只要顺天命 就办 得通 第二篇 历练考验篇 上天给考验 是自己做的不好 应该感谢上天 给你锻炼的机会 父母的口气不好 应该去感恩 因为父母要造就我们 在公司对你十分不满意 十分挑剔 也不能够气馁 要感恩他 因为他在成就你 磨练你的心 记住 处世常怀一个感恩的心 就能去明白 去了解 原来一个人的潜能 是无比的大 为什么 因为潜能告诉 你自己 可以去包容一切 可以再进一步一点 所以 在这个过程当中 要记得用这颗心 去包容 去珍惜身边的 每一刻 上天成像是因为 人在变 不要怨天尤人 不要怪上天 为什么这样子 所谓的扭转全坤 要化怒气 为祥和之气 有时候上天 要造就你 给你一点考验 给你一点折磨 必须心存感恩 因为 历经 苦练了 智慧 才会提升 那磨 磨有两种 一种是外磨 一种是心磨 外磨比较好 降服 心磨就比较困难了 它会来 扰乱你的心 让你在看到任何的事情 没有判断力 失去了意志 没有办法 去分真假 他带你进入黑暗 失去光明 要如何降服 这个心呢 必须静下来 拿出真智慧来降服他 当他自信佛 当下自信佛就出现了 真主人当家 一切磨 就听你的指挥 要下功夫 真功夫 不要随波着流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修到有些逆境 不如意 以及阻挡 这是个人的因缘 不一样 那有的人要修 自己又觉得 有一些障碍 内心 魔障 魔障很深 只要我们静下来 多多的感恩 忏悔 人有很多无名的业障 需要用忏悔的心来赎罪 每天起来 向这无名的业障 说声抱歉 有颗感恩和忏悔的心 在这个修道路上 也会比较顺利 不管经历了什么风波 什么考验的 上天坚定这个信心 自然就会雨过天晴 雨过天晴后 努力向上 必争上游的自然 就有成果了 每个人的生命 都有过程 有的人 坎坎坷坷的 有些人是好的 其实好 坏 都是在 心念之间 有智慧的人会说 上天慈悲 一直在磨练着我 让我成长 所以这是智慧的考验 现在时事在变 人心也在变 变得甚至连自己 也无法掌握的念头 如果这份考验 能通过 通得过 全程一片光明 遇到困难 除了求上天 求先佛慈悲之外 也要靠自己的一点 真心 用力量来 突破这个困难 每个人都有 各自的因缘 即使你不去承受 不去接受 来了同样还是要还 老师希望徒儿们 不管遇到什么 都能接受他 只要有心 你就顺利了 虽然好事多磨 有磨才会 才会成大气 才会光亮 如今 今后 如遇到逆境 就要去感恩 遇到顺境 就要去报恩 只要徒儿们有心 去修办 上天自然 暗中给你们帮助 给你们拨转 所以 不管遇到任何的困难 不要低头 要抬起头来 挺起胸来 勇敢的向前行 凡事都有的商量 不要说我 我负担 没有人知道 我的心 其实 只要你有心 修到 处处都是你的自己 遇到困难 最苦最苦的时候 你要冲过去 冲过去 自然 就会见到光明 如果你不肯 冲过去 你就会被埋没了 很多东西是因缘 就会的 你越去避开它 它就越会来 你去面对它 你去承担它 那个困难 袭击你的时候 你只要打开新门 去迎接一切的 那为什么别人 同样是修 你就不会踢到铁板 为什么你是会 你会遇到呢 想一想 要反省自己 对不对 其实不是上天在考验你 是你自己的内心 在挣扎 那就是考验 修到要磨 磨得彻底 磨得 按部就班的 磨得脚踏实地 磨掉你 也不该有的 磨掉你所有的灵脚 轮一轮之间 不是有灵脚吗 记着这个磨 把它磨掉 如何知道你在磨掉 当你在磨的时候 你已经能够心如死灰的一样 心能够坦然的接受 那你就成功了 吃苦 被人骂 没关系 那是消炎 消炎解虐的 磨考中 之颠倒考 要有真理 要以真理来依规 用智慧去破除 遇到困难 要如何解决呢 如果心佛气躁的 能够解决不了事情 先要把心定下来 静下来 许多妙智慧 就自然的产生了 智慧 不是金钱都买到 智慧 是在逆境中取得的 第三篇 自命立命 当你拿不定主义的时候 你会去求神 求先佛 很多事情是 有办法扭转的 因为你们有那个力量 人的潜能 往往会出现 但是用出来的 却很少 凡是静心 静人事 就听天命 当你静了心 其他的事 就交给上天吧 能够发心 就可以感动上天 可以改变一切的 前两个礼拜 然后学有个朋友 生产 为了小孩子 取名字的问题 我到处找算命先生 去排命盘 想取个好名字 其实 很多人都蛮乐中 算命的 有些人很喜欢 算自己的钱 是金身 甚至只要一听说 哪里算命很准 就不许花大把的钱 去算命 就算是 跑遍全世界 我算了很多 很准的命 顶多只是算准 你的钱 也算不准 这一世 毕竟这个命运 的尘 以败 都是 超值在 你自己的手中 人是不是有树 生活在这个五行当中 这个五行 金木水火土 这个五行 是不是有树木 被这个树 给叶树了 如果你肯改变这个树 你就会 随着你的修行 慢慢的去改变 去美丽 不要自我约束的 常常感恩 多多的 忏悔 慢慢的 就会 扭转了 只要你尽心尽力 上天自然会波转 你不求 也会波转 如果你不脚踏实地 没有真诚 就算你求了 也没有用 上天是公平的 重要的是 在你内心的 转念 一转念 当下就是天堂 当下就是你的 你要的一切 如果能承担的 上天就能够帮助你 你无愿 无愿无忧 上天才能给你 更多的福 当你有抱怨 上天如何给你这个福呢 上天想帮助你 你在抱怨 好像送错的地方 或者还是会改道了 就像 因为有时候 不是塞车 而是不好挡在那儿 那坏的脾气 就挡在那儿 阻塞了 那上天就改道而行 那为什么现在的天灾 轮祸 特别多 因为现在人 在变 变得坏了 所以上天 就降下这个灾难 灾结 你们要把心修好 上天才不会 降灾在你的身上 只要你有修 你的家人 就平安 怎么样 才能够平安呢 往外追寻 还是向内求呢 首先 要从你的心 开始平起 心平的话 你的身 自然安 你没有事与 那自然 就心安了 现在啊 这个气很浊 你们的复习 空气也浊 到处都是浊 你想逃过这个话 逃过的话 除非你的心 很定 要把自己的心 修正一点 遇到着实时 你就不会乱 这个心要平 而才能平安 遇到危险 才能够从容的 去应付 逢凶化吉啊 是修道的好处 有命的时候 要赶快的 争取实际 赶快的 创造命啊 自己要多多的 急功 急功才能够 消灾 可是 口德要守啊 当你们在批评别人时 就等你 对自己 造口过 要小心啊 老师说啊 保不了你的命 生 与死 都是在 与你的心念 为什么很多人躲不过这个结束呢 要心长 存感恩 善恩 善念 自然有祥和之气 自然有先佛 相助左右 假如心存 恶念 妒忌啊 邪念的 自然 你的气 就不祥和了 所以啊 起心动念 很重要 第四篇 广节 善言 篇 有时候 做任何事情 做得不圆满的时候 我们就帮他圆满一下 这样 不只是圆满自己啊 也是圆满别人 有时候 在一个大的地方啊 那小细节 往往的就 复裂了 这小细节 也是 也许是别人 最在乎的地方 但是啊 因为这个小细节 往往使得 皮脂有了 距离 所以啊 当一件事情 在没办法圆满的时候啊 就请拿起笔来 将它 补圆满 这样子啊 世事都能够圆满 而不是 以不平 之心 去求别人 有要求 的时候 真恨的心 就起了 应该把这不平的心 化成一种 宽容 自主 去谅解之心 感恩的心 这样 才能够在为人 处事上 更上一层 才能够以 在人生旅途上 遇到自己 遇到自己 有的时候 要互相 换角色 立场 不要以对方的立场 以对方的心 去想 将心 相信 比心啊 就能 把转进 就算是现在啊 面对很大的困境 跟人家起了很大的 冲突 这一切 只是自己 可以 化解的 角色 互相换时 就知道 对方在想什么 要的是什么 我们都希望成为最有缘的人 最受欢迎的人 只是我们 开心 每天快乐 都去修道 办道 帮助人 去度人 成全人 到佛堂 求道 救人是快乐的事 能够帮助别人 别人快乐 你也快乐 也受欢迎了 每个人心中都有爱 有爱才会有动力 发挥了这个大爱的时候 就是先佛 看到别人痛苦的时候 在适当时伸出手 去帮助他 也许是一句鼓励的话 一个微笑也好 都是给他的支持 来看看观世音菩萨 想的是众生 全世界的众生 大家都真诚的 诚心诚意的去膜拜他 这并不是观世音菩萨当初的本意 观世音菩萨 从小就喜欢当初众生 哪里有苦有难的 观世音菩萨都会现身相救 菩萨的牺牲奉献 众生是有所感受的 这是自然有所回归 假如今天你是老是想到自己 无形当中 意念会竖减到让人都难以接近的 这样子 就活得不快乐了 别人跟你在一起 会觉得不好相处 那人缘 就是佛缘 你要去度化众生 众生看到你 就讨厌的 你还能讲什么话 还有 不可意味的道愿 那个环境不好 或者是随随不好 人总是要多多成就自己 过了这一关 就是你的 对自己要有信心 要肯定自己 修道就是修这份心 有修一份广大的心 所谓君子 要有容人之量 而不是受人容纳 需要培养 公宽性 敏会的德性 那 公 公就是有恭敬的心 对别人有恭敬 宽就是有宽大的 度量 性 诚信 带人 不虚心 假意的 敏就敏替 迅速 不辞 会 就是 会 施惠于人 施惠于人 这是五种的美德 人与人相处 需要坚持 互相包容 互相原谅 互相宽带 有不好的念头 希望自己能够 散倒 这个心 转个念头 就变成散了 跟人家起争执 想想 也许我们是朋友 他才会这样对我说 让自己有改进的机会 所以 就算故意找麻烦 也不用气馁的 那是在了自己 欠人家的 所以 善恶 都在意念之间 每个人都有自己 需要去学习的地方 在看别人的时候 不要只看到别人的缺点 要看看别人的优点 不要用自己的 好恶 去看待一个人 这样是 是个 不公平的 对待 在成全不了人的时候 不可有抱怨性 怨恨的性 说人家 无佛缘 所以 心中 不可起 对待 是很重要的 人 都有 自尊 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本性 自己的原则 但是 但是 要与人 共处 共同的相处 就要放下自己的身段 要 低心 低声 下去的 要知道 人性 才能知道 这个佛性 所以 和人相处 要忘记自己 调整自己 如果 意味 只是要求 别人配合 就没有办法 就没有办法 和人相处了 自己先修好 才能真正的 影响别人 第五篇 情绪管理 情绪 要好好地学 多念经 经通了 你就通了 心也就开了 学学弥勒佛 常常心开 就不会 没所了 愁眉苦脸的 人的命 运就在脸上 常常笑脸 常开 命运 就开了 现在我们来学 冷气功 怎么做 首先来个深呼吸 因为生气 会把气 发在别人身上 造成双方 受伤害 因为生气 前做个深呼吸 所以 生气前 做一个深呼吸 会觉得很舒服 气也就吞了 真正生气时 要把气 吞下 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可是 要吐气 就容易多了 把不好的怨气 入气 吐出来 才不会伤害自己 也不会让别人遭殃 但是 要把气 忍下来 就是要功夫的 心中有乌烟 瘴气的 就要把这个 忍气 时常拿出来 念一念 这样 才不会让自己的身体 受不了 心要放轻松 要肯定自己 称赞自己 就很不错了 知足常乐 不知足 烦恼就多了 遇到心中 不如意的事 怎么办 心要退一步 才能够海阔天空 心平 拥折合 所谓 淡泊 明镜 才能够见到 道理的所在 才能够清心寡欲 人的欲望是永远 填不满的 一个人心中有愁 如果没有办法 自己去了解 去调试 只有危害自己的内心 所以 世界这么大 包罗万象的 也变化多端 只要有心平气和的方法去应付 才能通全答辩 自然 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一个快乐的人 不是拥有 很多 而是计较得少 所以 要放宽心胸 去包容 一切 其实 万事万物 想开了 就不凡 吃干不清楚 想不透 吃自己 也不愿意放开 才会烦 幸福是怎么样来的呢 从你放手 的那一刻开始 快乐是一种不死 也是一种福 把苦挂在心中 就是苦 不挂心中 就能尝了 才能成为 人上人 如果你愿意 得到快乐 把公正的心 拿出来 保证 你天天快乐 希望每个人 心存感恩 就会活得快乐 我接下来 后学 你一首上课 来结束这堂课 谢谢大家 千许字幕是修道的态度 哪有无名嘴边神奇发怒 修道人保持着清明的星湖 滚滚红尘依然坚定能自主 徒儿呀听祝福这颗心要抓住 莫让他燃上了尘土 徒儿呀走好路要尽身及脚步 已寻真理多么清楚 定独定幸福来自快乐的付出 下定决心要处理轮回苦 也有志气站出一切执着的束缚 慈悲的人对众生更照顾 永远只会引领大家命里觉悟 徒儿呀听祝福这颗心要抓住 莫让他燃上了尘土 徒儿呀走好路要尽身及脚步 你寻真理多么清楚 定独定幸福来自快乐的付出 永远只会引领大家 永远只会引领大家 老陆家 等于其后 已寻真理多么清楚 定度定幸福来自快乐的付出 虽然有不足千万别付述 再努力要让自信光明如日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平安 身体健康 感恩 好 谢谢我们非常感谢杨蒋师来为我们详细来讲这一堂课 希望各位前前都有听明白这一堂课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有过程 好坏都在我们的信念之间 从经历考验片中我们会想到自己修道以来的观念和改变 在群续管理篇里面我们也可以得到的提示是 回想自己修道的前和后 对群续管理是否有进步 我们大家一起加油好不好 那后些就超时到这边 那我们有请下一堂课的超时讲师准备 谢谢 感恩 各位前前 大家晚上好 现在我们第二堂课是活归礼节二 我们人对礼节的重视乐意增高 礼也是我们人与人之间和好的表现 礼节也是人群中绝不能少的 感谢观看